看到這個習近平是1953年的6月15號出生 在文革開始發動的時候他13歲 等到文革結束的時候他已經24歲了 所以這個就是23歲 那這個在文革的過程裡面 他們受到教育的機會很少 到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了 所以他有幾個重要的論述 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好貓 摸石過河 讓少數人富起來 我常講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出生段 也就是說他把那個門打開以後 中國開始大家都要去賺錢 所以是中國經濟的發展 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那鄧小平生前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中國要廣計量不要強出頭 這個他在生前不斷的交代 第二個就是為了接班避免妖鬥 所以他說一個人只能做兩任 在第二任的時候選擇隔代接班人 這兩個鄧小平的疑訓 其實到習近平的時候 他大概都忘記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從天安門事件 1989年天安門事件 民主改革失敗以後 其實中國還是走的走支派 所以你看到在江澤民 胡錦濤的20年 其實中國經濟最飛黃騰達的20年 台商在這個年代是 相對來講爆發是非常大的 然後你看到到整個習一代當家以後 從厲害的我的國到中國製造2025到一帶一路 其實就是中國夢 所以這個到原來鄧小平在生前所交代的 他已經大概都已經改變了 這個一路走下來之後 你看西特特當年上來是1924到1926 是一戰結束以後 德國在經濟大蕭條裡面 到1933年西特特當家了 這個起來之後 如果我們對照這樣的一個 中國在一個這半個世紀的發展 其實它已經到一個轉折了 所以未來的世界 其實習半也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它變成類似這樣一個爆衝的角色 我相信這世界是永無零日 我們如果來解讀 這樣一個大的時代的演變 社長您知道 我是把這個時間定在2022 我以為還有兩年的時間可以來慢慢緩 慢慢緩 慢慢緩衝 對 那麼但是在 然後兩件事情插對了 一個叫做香港問題 就是反送中 另外一個是病毒 病毒 病毒疫情 對 那麼這個時候 中共那邊 其實應該講說是習近平這邊 做了一個最壞的決定 也就是它用港版國安法 就是根本不允許你香港 不談你香港立法權的問題了 直接從中央來立法 一國一致了 一國一致了 那麼這個動作呢 就迫使什麼呢 全球站隊 這個不只是台灣的問題 這個是迫使全球站隊 對 每一個國家都開始 所以你看到 蓬佩奧特別講 他說中共是殘暴政權 這個話是很重的 美國也現在也迫使 每一個國家要站隊 對 那麼也就把這個2022的這個 我原先預計的這個時間點 等於往前提了兩年 對 所以現在我覺得 大概就在2020 今年的年底 最晚不會透過2021年的上半年 對 就現在不止台灣 其他所有國家都面臨 要選邊站的這個問題了 那麼我曾經提出來說 在2022年之前 就是在這個最後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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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路口 台灣可以用不調隊 就是對美國的印太戰略 不要調隊 不插隊 對中共的這個 它的這個政策 戰略 地區戰略 你不要插隊 後來兩件事 兩個東西插隊進來了 一個是香港議題 一個是病毒 那麼這裡 我想借這個 借這裡 表達一個看法 我們台灣 真的要感謝香港 那些勇敢的年輕人 因為他們的勇敢 他們是為了他自己 沒錯 可是因為他們的勇敢 把台灣在中共的這個戰略順序上 往後退了一位 對 原來台灣台海是排在 原來是南海台海波斯灣 現在變成香港台海南海 不是香港南海台海波斯灣 台灣的這個 可能退了一位到兩位 在中共的這個雷達上面 所以這個是要感謝這個香港青年的 那麼然後您剛才講說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台灣的這個處境 現在台灣的處境 其實現在我 我路由一個比較 比較誇張的說法來講 世界已經台灣化了 對 原來在一年 在一年以前 台灣人你所感覺到的 那個困難 那個困境 好像被夾在兩個大的勢力中間 動彈不得 動彈的餘地很小 然後必須要被迫選邊 然後內部又開始兩極化 分裂化 這種處境 各位 全世界在未來的12個月內 幾乎大多數的國家 都要陷入像台灣一樣的處境而言 除了他離中國這塊大陸 比較地理上比較遠罷了 但是在制度上 在經濟上 在政治壓力上 所受到的壓力 不會比 現在W2CO就很清楚 就感受這樣的 對呀 就是說各位不要以為說蔡英文總統很難受很痛苦這一段子 我跟你講 譚德塞這一段子比蔡英文難受100倍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講 我們現在台灣真的要藉這個機會提升自己的視野 要從永遠做別人的杠杠的角色中間要擺脫出來 我們要你現在要想著說地球上的很多其他國家 其實它的總統 它的人民 它的那個感受現在開始慢慢的像過去的台灣前進了 就是被台灣化了 處境被台灣化了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由於中共政權的作為 它立下了這個港版國安法 逼迫全世界這個選別戰 然後美國也因此逼迫全世界選別戰 所以各位現在全世界已經台灣化了 而在這個當口呢 台灣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珍貴 非常珍貴的 台灣的經驗可以外銷的不只是口罩跟這個防疫 台灣站在第一線抗衡中國的壓力 對 站在第一線夾在兩頭大象之間 然後如何如何站好隊 然後如何保護自己 如何備戰 如何被這個各種的困難 這個經驗這是非常寶貴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特別要 台灣人真的特別要訓練自己的腦子 把自己的境界提升一點 訓練自己的腦子 不要在這個諸多的這個繁雜的信息下 落到的這個兩極化 這個非黑即白的這種思考方式 拜託 有些事 有些事 有一點 土會 有一個 真實 谢谢大家